不想努力了 这黑板上又是谁写的 老师 我写的 你现在不想努力 那么长大以后要干什么呢 就算我努力也没有用呀 网上说99%的人 就算拼尽全力 最终也只会拥有一个 平凡的标配人生 努力是必须的 只不过如何努力 才是最重要的 虽然说努力的人不一定成功 但是成功的人 一定是付出努力的 人生要尽可能的追求 大概率的事情 通过努力走向成功的概率 要远远大于 天上掉下馅饼的概率 另外少看点网上 那些不切实际的鸡汤 要多看看现实生活中的人间烟火 很自信的告诉你 99%的人过日子 都是平平淡淡 有时候他觉得有意思 有时候他又觉得很没意思 所以不要一天到晚找异议 因为生活 就像一杯白开水 我们每天都在喝 不要羡慕别人喝的饮料 有各种颜色 其实未必由你的白开水解渴啊 对对对 更不要走进生活的两大误区 一是生活给别人看 二是看别人生活 没必要向别人证明什么 因为我们都很平凡 没有那么多观众 不要把自己过得那么累 更不要去钻什么牛角尖出不来 因为今天的大事到了明天就是小事 今年的大事到了明年就是个故事 今生的大事到了来世 那就是个传说 老师 我没钻牛角尖 就是觉得踏踏实实睡觉 才是最安全的 因为你若是金子 在哪里都会发光 所以努力有用吗 你赏很熊吧 搞了半天 我刚才的全白说了是不是 老师告诉你 真正的高手 看上去都很傻 这是因为高手 会坚持到傻的地步 把一件事做到炉火纯青 天道仇情 可天道仇的是那些 明智的勤奋和努力 有人在奔跑 有人在睡觉 有人在感恩 有人在抱怨 如果没有躺您的命 那就站起来 继续努力奔跑 如果自己不努力 谁也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 所以努力 是人生的态度 实力 才是您的尊严